好 下面一个比较重要的词呢 就是我们来看看后边的一个 服从的 温顺的 顺从的 跟老师大声再读遍 submissive 这个也得注意发音 第一个sub 这个b 又是嘴唇的一个爆破音 这爆破音后面出现其他辅音的话 前面爆破音会怎么样 会失去爆破 怎么做动作 sub 闭上嘴 但没有b 没有喷出来 失去爆破了 sub 别那么0.1秒钟也就 再读后面的missive 就好了 再来面 submissive submissive 最后这个sv 动作停留在上牙 出下唇 这个v 这个声音 再来面 submissive submissive 这个词叫 温顺的 服从的 顺从的 咱们看一个简单例子 He was looking for a quiet submissive wife who would obey his every word 这句话其实把这个submissive的含义都解释出来了 怎么样呢 这个男的一直在找这么一个安安静静的温顺的顺从的老婆 怎么样呢 他说什么 老婆就听什么 就去服从他说的每一个字 所以到今天还打着光棍 这种女孩可不好找来 submissive 一定连后面借词to同时记住 叫服从于或者屈服于加借词to 咱们看一个电影的片段 当年有个老片叫 Choy 就特鲁伊 大家可能看过 这里面有一个片段 就是这个 希腊的国王阿加门农 在派着部队希腊大军 把这个Choy 特鲁伊成 这个团团包围起来了 这个特鲁伊里面守军出来 特鲁伊的国王的大王子 海克特尔 就跟阿加门农说了 说我们往日无缘尽入无仇 你快撤走吧 咱们不要打仗了 阿加门农说 撤走可以 有两个条件 你看这两个条件 他是怎么说的 他说我撤军可以 但是有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 你必须把Helen 还给我的弟弟 我兄弟 大家可能知道 这个故事情节 这个导火锁 当然其实早上要打 因为阿加门农 对这个特鲁伊中 寄予已久了 但是导火锁呢 就是特鲁伊的二王子 把这个希腊国王的 弟媳妇给拐走了 等于是弟媳妇跟他的 这个大王子的弟弟 私奔回了这个特鲁伊 那么他就借这个机会 借着借口来打他 那你让我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兄弟 当乌龟 这事可不能做 所以呢 这个第一个条件是怎么样呢 你必须把Helen 还给我兄弟才行 就是第一步先得把你弟媳妇 再变回我弟媳妇 这才行 这个人说的对 你这还没离婚呢 你的重婚罪 这这 这不行呢 那第二个说的就这过分了 Second Joy must submit to my command to fight for me whenever I call 第二条件是 特鲁伊成必须服从我的命令 你看服从我的命令 submit to my command 然后为我打仗 无论何时 不是我打电话 当时没有打电话 就是我召唤的时候呢 都为我来打仗 就是以后成为了附属国了 咱不用 这个打仗 你们直接投降 那就不打你了 我们把这片段再听一遍 看在第二遍 能不能完全听懂 这很凶巴巴的样子 服从可以用这个submit to 但是还有好几个 我们跟他类似的 服从于屈服于相关的 你发现有个规律 什么规律呢 好像都是加to 比如是yield to 服从于 bow to 也行 甚至还有书面 sucumb to 我们都是加7次2 我们一个一个大声读一下 先读第一个词 yield yield 这个四级单词表就有的 再读第二个 bow 部分同学可能知道 这个bow做动词是什么意思 做动词是本身表示 鞠躬的意思 对您 鞠躬了 不是低头屈服了吗 还是对某人鞠躬吗 就屈服了 还有第三个是书面语 我们注意 单词末尾 mb结尾的 那最后那个b 一般来说都是不发音的 你像我们说那个什么 坟墓 t-o-m-b 咱们都用tomb 不能都用tomb 小绵羊 l-a-m-b 都用lamb 不能都用lamb 那个b不发音 树子 c-o-m-b 咱们都是comb 不能都用comb 那个b不发音 你像子宫 womb w-o-m-b 不能都用womb 都用womb 就好了 等等等等 所以我们再读一下这词 sucumb sucumb 我们还是加戒指to 看看简单例子 the government refuse to yield 或者说to bow 或者说to succumb 都是加戒指to to the terrorist 政府拒绝 向恐怖分子屈服 不跟你们谈判 不向你低头 这几个动词 都可以替换 刚才那个submit 都行 但注意 这四个 就是我们用submit yield bile 在sucumb 类似 都是动词 我们加戒指to 一般来说可以提款 差不多 但是还有一个加强难度一点的词 也是表示服从于 或者取决于 屈服于 等等等等 是个形容词表达 细表结构 be subject to 这个在阅读中用的特别多 咱们读一下 先读一下这形容词 subject subject 但一样的时候 我们还加戒指to 这个很好记 be subject to 也可以表示服从于 屈服于 甚至还有什么受 什么支配 取决于 等等等等 都行 服从于 屈服于 受某物支配 取决于某个东西 都行 我们看一个例子 All employees are subject to the regulations of the company 这个公司里所有的员工 都必须服从 公司的regulations 规章制度 员工服从 公司的规章制度 这服从于 如果后面在 他的主意不是一个人 也可以表示由什么什么来决定 取决于受后者的支配 为什么 你前面要听后边来 听命于后者的命令 所以取决于 这支主语 就往往不是人了 咱们看一个例子 还是当年 小肯尼迪 这个著名的 就职演说中的一个片段 咱们先听听 他是怎么说的 好 这是著名的 这个就职演说的片段 他说 让我们双方重新来过 重新开始 当时呢 1960年的时候 正是Cold War 冷战期间 这双方就是 美国和前苏联了 Anew 这个书面语 就是again once again one more time 再来一遍 这个意思 然后后面说 remember on both sides 你看这个 后面的同句 是做前面 remember 这个动词的避语 但是呢 这避语太长了 而壮语 on both sides 双方都应该牢记 这个双方 借词段也比较短 所以依然是壮语 放到宾语前面去 为了趋势平衡 对吧 这个大家好理解 civility is not a sign of weakness 就是千功并非懦弱的 这么一个表现 civility 表示千功千讯的意思 这个witted 虚弱懦弱 这个sign 就是迹象表现征兆 就千功并非懦弱 之争相 就是并不是懦弱的表现 我对你千功并没有理 是我的理解 并不是害怕你 and sincerity signority is always subject to proof 并且signority 当然真诚 来自形式sincere 真诚 怎么样 真诚永远要取决于证据 受到证据的支配 就是你说你是真诚的 我不相信 咱两国家是敌人 你拿出证据来 我才相信 真诚永远要取决于证据 就是真诚永远需要验证 这个意思 让我们 后面是名句了 让我们绝不要出于恐惧而去谈判 但让我们绝不要恐惧去谈判 这后面用了回文的修词 就是你看把这个谈判跟恐惧两个字翻来调去 这个顺序发生区别 这回文的修词在四次里面更会大量出现 四次四十六个秋季就是说 it's no use doing what you like you've got to like what you do 做你做的 喜欢做的事情没用 你得喜欢你做的事 跟这个类似 negotiate and fear 来回来就用 这个肯尼迪特别喜欢用回文 你看他的著名的这个就职演说中 还有另外一个名句 他说 so my fellow americans ask not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 ask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 我的美国同胞们不要问 你的祖国能为你做什么 但问你能为你的祖国做些什么 对吧 也是用这个 也包括这个 呃 五十是老年的青春 哎 又一曲同工之妙 包括franklin也讲过一句有趣的话 他说 where there is marriage without love there must be love without marriage 哪里有没有爱情的婚姻 哪里必有婚外情 你看把这个love跟marry来回用 所以你看让我们绝不要出于 阿老师出于了 出于恐惧而去谈判 当然我们绝不要恐惧去谈判 注意里面这个be subject to 是受到什么什么支配取决于 我们把这片段很精彩 咱们再听一遍 把刚才讲的支点呢 也是个复兴 说的非常殆尽 很殆尽的话 好 那么我们把这个温顺的顺从的 这个重点词的一些细节 我们跟老师就学习到这里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猫的 或者像猫的 或者跟猫相关的都行 总之跟猫有关系 我们大声读下 feline feline 比方说猫的 像猫的 或者跟猫相关的都可以 我们看一些简单例子 比如说看这句话怎么翻译 she walks with feline grace 这个女孩子怎么样呢 女孩子走猫步 用猫的这个grace 优雅了 用猫的这优雅的动作 在走路 我们这是猫 走路的两个腿来回倒 你看 摩托在走猫步 这么来说 这女孩呢 用猫的这个优雅来走路 就是走起路来 平平平平平的 那这个很好看 对吧 大家看到这个词啊 有规律 为什么 好多像什么什么动物的 后面都有这个评写ine 好像像什么什么动物一样的 都有 比如说看狗的 或者是像狗的 或者犬科的都行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k9 k9 下个词 equiline equiline 叫像鹰一样的 你像 equiline nose 这是个鹰咕鼻子 那鹰咕鼻子 像鹰一样的鼻子 还有这个猪的 或者跟猪相关的 或者像猪一样的 都行 我们再大声读一下 porsign porsign 这个好记 因为大家知道猪肉是哪个词 pork pork 这是猪的 像猪的 还有这个呢 叫马的 或者像马的 都行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equine equine 这叫马的 或者像马的 还有一个牛的 或者像牛的 跟牛相关的 都行 我们大声都讲 bovine bovine 这是牛的 跟牛相关的 可能现在最流行的一个词 就是这么一个短语 叫bovine spongiform encephalopathy 缩写就bse 因为这个词太专业了 很多老们也不认识 那bse 是什么呢 俗称 就是med cow disease 这个大家都知道 叫蜂牛病 蜂牛病 通俗称为 这专业术语叫bovine 叫牛的 spongiform 叫海绵体形状的 海绵体状的 这个sponge s-p-o-n-g-e 表示海绵 form不是形状吗 海绵状的 incephalopathy 表示脑病 牛的 海绵体状脑病 就是咱们叫蜂牛病了 咱们在一般的生活中 叫bse 这个缩写 有同学 记这么些冷批词 对我们生活 考试有帮助吗 背不住 就帮了忙了 闲了治 忙了用的 平时多下这功夫 背不住考试 就助咱们一臂之力 你不要在雅思口语考试 咱们谈到最近 有个问题 叫蜂牛病 蜂牛病 如果你说出来 Medical disease 这个词 这个考官最多笑一笑 对说 对对对 这是蜂牛病 如果我们能说出 bse 这个术语来 考官是 哎呀 不错 心中会佩服 这个考生 确实有一定水平 而且如果你能 马上脱口出 Bovine spongiform encephalopathy 马上考官的嘴 当着 蒸这么大 说这个考生 真牛啊 很不简单 而且还是一只蜂牛 这很厉害 背不住 给他们加一分 咱们就上了名校 以后后半生就改变了 所以平时多记一些好词汇 有帮助 有帮助 这都是指动物 指人行不行呢 有时候也行 咱们看这两个字 第一个叫 女人气的 娇柔的 我们读一下这词 feminine 注意这个ine 这不是发 爱了 发n 也不是发 feminine 不是您 我们发n 不是in 不要按汉语拼 在那边 feminine 叫做女人气的 当然这个词 是褒义词 是贬义词呢 咱就看修饰什么人了 如果修饰一个女孩子 那当然是褒义词了 充满了女人味的 有女性魅力的 让男人神魂颠倒的 可以 那如果她指男人呢 那就贬义词了 娘娘腔呢 这可说伪娘那种的 这流行的词 不知道李老师说的对不对 就这种有点娘娘腔呢 可以用它 那后面这个词 一般咱们是褒义词 叫男子汉气的 雄健的 有男人味道的 我们再大声度加 masculine masculine 同样注意 不要读masculine 因为这个字母爱 不是发i 而是发n 这个声音 在那边 masculine masculine 男子气的雄健的 这个 安逸结尾的这几个形容词 只能放在一块 把它同时记住 好 这个重点词 我们跟老师就学习到这 下面一个比较重要词汇 就是这个 独立自主 这次个儿比较大 但非常好记 规则篇写 我们大声先读一下 independence independence 叫做独立 或者是自主 那么我们经常看到 一个美国的国庆节 独立日 就July the 4th 7月4号这天 独立日 叫做Independence Day 但追悟名词 这个字母爱和字母 都要大写了 就美国的独立日 我们在大声度下 Independence Day 也是美国的国庆节 就每年的7月4号 杨历7月4号这天 那如果说 从什么什么中 独立出来怎么办呢 咱们记住 借词搭配 要不然不会用 后面借词加from 比如印度 1947年 从英国手中 独立了出来 就Indian gained independence from Britain in 1947 你大家注意 这个得到了 这个获得了独立 从什么呢 叫from Britain 老师刚才读上了Britain Britain 咱们先说Britain 是鼻腔爆破 1947年 从英国手中 独立了出来 但是注意 这个不能推广 为什么呢 名词后面叫from 如果是形容词 是独立的 不依赖于什么的 那后面借词就变了 搭配是be Independent of 后面必须加借词of 这个我们背单词 是连着后面借词 同时把它背下来的 我们大声读变 Be independent of Be independent of 在家里学的时候 直接大声读读物片 我们先读这个形容词本身 Independent Independent 再读端语 Be independent of Be independent of 直接就背下来了 为什么英语 我们说了 它是手艺 是技术 不是知识 知识明白就行了 这手艺必须赎 咱们看个简单例子 His wages enabled him to become economically Independent of his family 他的这些工资 使得他 Enable something to do 使得他能够怎么样呢 在经济上 不依赖于他的家人了 已经独立于他的家庭了 现在赚钱 我自己能买房子 自个儿能开汽车 Become 其实就是把B动词换成了 同样的一个系统词 Become Economically Independent 叫经济独立 在后面再加借词 只不过在Independent前面 加了一个负词 来限定他 但是他的工资 使得他这样 咱们翻译成中文别扭 咱们中国人喜欢用动词 咱们说老外喜欢用名词 咱们工资翻成动词 他现在已经赚钱了 已经挣钱了 在经济上 能够独立于家人 不依赖于家人了 这就好了吧 他现在挣钱了 经济上 不依赖于家人了 就好了 好 这是我们看到 他的形容词的形式 叫做 不依赖于某人的 独立的 但是注意 他的反译词呢 借词又不一样了 依赖的 依靠的 我们这种动词叫depend 名词呢 叫dependent 把刚才的ion去掉 但后面的加借词on 比dependent on 叫依赖于 依靠于 取决于 等等等等 比dependent 后面又换成借词on 多讨厌的 没办法 当作固定搭配 把它背下来就好了 比如看例子 they hate being dependent on their parents 他们不愿意呢 依赖于他们的父母亲 这个hate 不一定是憎恨 就不愿意的意思 他们不愿意 依靠于 依赖于他们的父母亲 可以这么来说 我们再可以 看一课书中 在未来怎么讲的 46课 212语的第一句话 212语的第一句话 so great is a passion for doing things for ourselves that we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less dependent on specialized labor 你看这里加 just on了 the soul great 受放的巨手 后面要部分倒装了 他们前面讲过 对 好了 所以这个is 放到主语 our passion for doing things for ourselves 前面去了 就我们的自己动手 做事情的热情 passion是这样的大 这个that从具 是跟前面所有搭配 以至于 结果壮业从具 以至于我们正在变得 越来越不依赖于 专业化的工人了 你既然前面加个less 越来越少的依赖 不就越来越不依赖吗 越来越不依赖于 专业化的工人 labor表示工人 劳动力是不可数的 那么如果用刚才 那个independent的呢 那就把这less去掉就好了 是不是可以说 that we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independent of specialized labor 就好了吧 去掉less之后 加反应词头 i in 把on换成off就好了 都可以 这是依赖 依靠取决于 记住 它的名词 和这个形容词 还有它的反应形容词 不同的器词搭配 这个特别容易搞错 这个词重点就在这里 我们把这个词就看到这儿 下面我们最后再看一看这个冲击力撞击碰撞 这个词 特别它的派生意特别重要 我们在大声度下 impact impact 好 这是名词 可以表示冲击力或者撞击 但是派生意特别重要 就相当于名词 influence 影响 它表示这个撞击的时候 在前面一般加起是on on impact 在撞击时 在碰撞时 怎么怎么样了 咱们看简单的例子 the glass smashed on impact 这个玻璃杯 在撞击的时候 粉粉碎 咱们还记得 在第六课中 讲个动词smash 几乎不几乎都可以 就粉碎了的 在碰撞时 呼啦 哗啦一下 整个碎成片片了 粉粉碎了 可以用它 下面我们再看看 它的动词搭配 也就是对某个东西的 重大的影响 注意 这后面的介词更重要 后面介词 加on 或者更文言 可以叫upon 我们再读一下 此番译一样 impact impact 对于某人某物的影响 而且这个影响 一般是比较大的深远的 His speech had a great impact on me 咱们很多人说 他的这次演讲 或者他的这次讲话 对我有非常巨大的影响 改变了我的一生 人生观都改变了 叫have a great impact on 注意 后面加介词 on就好了 跟它类似的 还有哪几个词呢 你发现这个表示影响的词 后面介词是有规律的 我们再读一下 influence influence 后面介词不变 都是加on或者是加upon 这两个都行 对于什么的影响 写作中这三个名词 impact influence effect 咱们一般是可以替换的 这个替换到了后面会碰到四册里面 还会碰到这个影响的替换 好 我们看到第九课的生词 重点词是比较多的 希望大家反复收看 好好复习 记好笔记 直到把老师说的要点 背下来 不是搞懂 是背下来 这才不枉李老师讲的一场 好 第九课的这个重点生词 我们跟老师就学到这儿 我们跟老师就学到这个重点生词